好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轩时间 在今天礼拜四的早上 一样的是我们的阅读单元 而今天我们是蓝轩选书 好久好久的一段时间 没有看那个惊悚推理侦探小说了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 在炎炎夏日当中 想说真的就是躲进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远离现实生活当中的酷暑高温 所以待会来跟大家推荐好看的小说 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听到了这首好听的歌 我后来再听了一次发现 我怎么选那么好听的歌啊 OK好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位呢 创作型的歌手叫Stark Marvahill 那他的话很酷 大家可能听到他这个一开始 是有个非常的利落喜恋 而复杂的一个贝斯在前面铺陈 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贝斯手 而且是他们叫做战利式的 我不晓得可能他们有那种特别的说法吧 他翻译成直立式的去站着 站着弹弹贝斯 那所以他是在很多很多呢 很很厉害的这个歌手巡回的时候呢 都会请他去做一个独奏 就是他们的这个吉他独奏 所以他这方面已经非常的具有专业性了 但是他同时他一直想要 大家知道说他也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 那这首歌呢非常的能够反映出 他同时的两个特质 也因此呢在美国在这样的一个贝斯手圈吧 或者说在这样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圈 他是非常风格独特的哦 那也非常的受到肯定 那思思文文的戴个眼镜啊 若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网去看他的一些 这个影片我觉得还蛮棒的啊 那他唱的这首歌叫做Begin Againers OK好所以呢在今天呢给你推荐这位呢 来自于美国的哦 呃是创作型的歌手 是多乐器的演奏家 非常的有才华 好听完这首好听的歌啊 我看了看他的一些介绍哦 他也觉得说 其实人生呢就要不断的去挑战一些高峰哦 没有什么事情呢 要把自己困在一个窘境当中 呃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小说 就是呃不是你选择的哦 但是他可能被困在某种哦 非常绝望的深渊里头因此呢呃展开了呃 坦白讲蛮悲惨的 但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复仇的人生哦 这本书呢叫做非常嫌疑犯哦 那一听就知道很很 这个苏名坦白讲比较没有哦 这个悬疑性我就蛮直接的 好像有点太直接了哦 好但是呢呃就故事本身来说的话呢 很精彩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呢 是台湾推理作家协会的理事长东阳哦 我们来现场来一起呢读呃呃 这本的惊悚推理小说 哈啰东阳早 嗯来讯早 各位听众朋友咋咋 ok好 那呃呃其实真的是东阳看的 推理小说看的非常多哦 我是呃呃就是偶尔想要看啊 看到一本我我后来是特别联系了东阳说 我好久没有看到好看的这个推理小说了 他就给我好几本啊让我挑 我坦白讲我第一本不是挑他 第一本是挑 我第一本挑西阿蕊写的哦 哦因为我想说西阿蕊写小说哎 就是不要怀疑是那个西阿蕊 啊就西阿蕊克林顿啊那个西阿蕊 但是跟另外一位小说家一起写 是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贡献的应该是他 担任国务卿 嗯呃这个任内的那些故事吧 因为他里面在讲的基本上就是 美国的国际政治嘛 是外交嘛 是对不对 那本恐惧境界讲的其实就是他担任国务卿期间 然后对于一些国际外交 因为他国务卿嘛 处理外交事务上面曾经有过的噩梦 但这个噩梦没有成真 嗯他把其中一个噩梦交给小说家 两个人去讨论之后写成这篇小说 哦是这样子哈 但我后来看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嗯就很像现在不是 其实有蛮多的美国的影集哦 如果喜欢看的话其实也蛮好看的 一个就是什么国际女士对不对 是但没有 我觉得他没有那个头号外交官好看 头号外交官我觉得比呃 国际女士更好看是 国际女士太浅了 他在谈国际真的太太浅了演的剧情也很浅 嗯那如果更喜欢的话呢 呃欧洲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叫做嗯 权力的堡垒 哦是有啊 那那个更好看啊 那个可能更好看 但我一说我看那本小说的时候 就好像在看影集 我觉得好像就是准备要拍影集的感觉啦哦 那呃呃 我觉得好像不够刺激 是就小说还是要小说一些他自己本身的 包括人物的深入性 然后在情节的推陈上面 所以你选了这本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那我要换一本看 哈哈哈 而且我我还我还蛮能够同时看好多本的 嗯那我换一本同时看一看一看 你看 诶这本还蛮好看的好 所以这本的话呢我才知道说哇 其实我早应该选这本的哦 因为这位作家叫做Michael Robertson 他事实上是得到英国伦敦 就是金碧首奖的哦 这个推理侦探小说的得主嘛 而且是两度得到 嗯 而且嗯 他的写作的风格 而且他是一个澳洲作家对不对 写一个很文英式的很伦敦的 的小说我觉得满满有味道的啊 我先回头讲一下上刚刚讲金碧首奖 得奖就很不容易 因为金碧首奖是指年度最佳小说 有票选出来最好的 他得两次 史上只有他是第一 我印象没错 他应该是第三位作家得到第二次的金碧首奖 算这个不是啊 因为这本是他算他的出道作 可是能够去显示出说他从2002 2003 那时候出道到现在20年间过去了 所以他写作能够有那么大的回想得到奖 而且得到的他这部出道作其实当年也有22个国家出版 然后整整个销量是破70万车百万车的销售成绩对 对啊而且刚刚都要讲说就是说在史上得到金碧首奖 能够得到两次的比方说什么约翰 约翰克卡雷 哇他那个从什么冷战迷魂 那类似那种类似那种二战的美书的啦 禁谍的对间谍的几乎都是他写的很厉害耶 所以我就突然之间对于这个麦克尔博尔森 突然之间就肃然起敬起来了 那果然读了以后是真的满满有意思的 就说他有他的一个特色 而且他塑造的主角不是警察 也不是偵探 是一個心理 算什麼心理諮商師對不對 他算是政策同學 對叫臨床心理學家 OK臨床心理學家 對因為像他裡頭有談到說就是 人家如果講他諮商師或是醫師 他說這兩個都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諮商師的話就是一個 比如說像在台灣你可能進到輔導師 以前我學生時代都進到輔導師 他去諮商的內容 但是他再更深入一些是 他也沒有到醫師會去比如說開藥方 或什麼的 就是在這中間他的 他其實念醫學院 他曾經念過醫學院 他也是一個醫師世家 但是後來他覺得他想更深入去瞭解人心 人的心理 但他做的並不是理論性的研究 所以他走臨床 所以他接觸到的人來到他的 諮商的環境 我們有時候看到西方的影就會講 比如坐在一個一張椅子上 房子上面很舒服的 然後可能跟醫師可能跟諮商師 就是可能跟這樣的一個心理學家 去了一個小時 一段時間 OK 對所以去找尋到他心理的內部的 包括可能是童年床傷 可能是他最近遭遇到的事情 他是人生的遭遇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角色 歐盧林他是一個 他其實在學校也是一個 教授的身份 所以身兼教職跟在臨床上面的表現 居然被捲入到一場懸案 命案的時候 經常為警方跟檢方提供心理諮商 有點就是作為一個比較專業的心理上面的判斷 比方說他去去分析這個罪犯的心理狀態 跟這個案件本身可能的發生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小說系列就是我們這位作家 他設定的他的主角是一個 臨床心理學家 我覺得特別跟他背景曾經是記者 我覺得是有關的 記者本來就喜歡去挖掘 去抽絲剝繭 尤其對他來說 他可能特別好奇在人性 的確 因為我覺得在作者本身 羅伯森 羅伯森他過去 他是個澳洲人 可是他年輕二十幾歲就到了倫敦 他原本在澳洲就是做記者的 他去倫敦一樣做記者 他在做記者還在那種大報社 所以他報社裡頭他就 曾經在歷史上面他曾經看過史達林檔案 他第一手看到 那些歷史文件上面他去深究的時候 他不是一般跑新聞線的記者 他會有一些文字文字文獻上面的處理 處理之於他後來離開記者這一行 但是也沒離多遠 他跑去當代筆作家 他幫誰寫呢 他幫像他其中有一位名人是台灣 台灣聽說我還認識的是 辣妹合唱團的其中一位成員 幫他寫他傳記 他前後寫了十幾本傳記 不是他會寫而已 他寫的這些傳記都還大賣 OK 所以他能夠去從原本新聞的角度去看 新聞會去接觸到的人 再進入到傳記 傳記裡面的人更豐富了 因為除了主傳者之外 他人生啊 裡面這些角色的 後來他回到了澳洲之後 他就去回頭來寫他寫小說 因為他寫小說的內容是 他當初把小說出稿寫出來 當然他以前在當代筆作家的時候就已經跟一些出版師認識了 但是出版師看到小說搞覺得 驚為天人 你知道那種驚為天人是 小說搞出來是大家去搶 要提出最好的條件 到這種程度啊 對 他提出來條件是包括我們在航年 因為我過去做書版 航年會有所謂的預付金多少 一筆錢 那會去談說 這本書他可能不只是賣 原本的英語系國家 我們知道英語系國家已經夠多了 那後來前後後剛說他就賣了20幾國的版權 他在當年的倫敦書展 就引起了在整個業界的一個轟動 一個新人作家照理說沒有這種 有優勢或優惠的 他完全禁忌他過去在 當代筆作家然後當新聞記者 他對於人性的探測 造就這位心理學家 所以我覺得他很深厚的地方在於 他人物寫的好 所以再加上 推理小說在講到案件的時候 你要如何讓這個 具有魅力的角色進到案件的偵查 那就看到作者文彼的功力 真的真的OK 所以我們剛講到這個 非常嫌疑犯事實上就是在 他塑造這樣那個 臨床心理學家 的時候 他的系列到現在已經第9集了 對不對 到2018年 其實 算系列算是已經停了 已經停了 這是第1本 這是第1本 那他的本身的這個 這個記者背景啦 就讓我想到先前 非常棒的 這個瑞典的 龍文森的女孩的那個作家 只是他寫了三部之後 他就 死了 我覺得實在是太 太餓完了 讓人舉得非常的可惜 那但是這位同樣的是 記者出身的作家 他的這個系列呢 帶給我們什麼樣的不同的 世界呢 去探究人的心理 我們休息回來 再回來呢 進到他這個世界 謝謝 好回到藍軒時今繼續和現場邀請到的台灣推理 作家協會的理事長東陽來聊天啊 我們今天的藍軒選書選的是這本呢 非常嫌疑犯啊 如果說呢 在這個真的是 炎炎下去 想要看一本的好看的推理小說 尤其是暑假啦 經常去出去走走玩玩對不對 其實帶一本小說出去 我覺得是 非常 非常愜意的一件事情 真的因為有時候你交通難免就會 花了一些時間 或者晚上回到家之後呢 如果沒有累到倒頭就睡的話呢 其實看一下 小說享受一下那種很休閒的度假時光 我覺得是非常 非常 絕妙的放縱的心理狀態啊 好那這本書呢 我們剛剛講到了 就是說呢 這位 記者出身的 後來是寫這個 傳記啊 這個所以 寫傳記本來就是要非常的 拒絕在人物跟人物的訪談嘛 所以呢 所以呢他就塑造了一個呢 這個 臨床心理學家的角色叫做歐盧林 好那這不是他的第一本啦 所以呢 他第一本我剛剛講說為什麼他會打敗希拉蕊 知道對我來說 他一開始的故事啊 就非常非常吸引人 就是說他 他怎麼樣子 比方說他怎麼鋪成這個 這個角色 因為他第一本嘛 所以這個人是 臨床心理學家 他幹什麼事情呢 他也沒先告訴你他幹嘛 他直接告訴他人在屋頂上 他在一個屋頂上 然後他在屋頂上幹嘛呢 他在試圖接近一個小男孩 一個年輕的算是一個 年輕男孩 然後幹嘛呢 然後你想說他是 他是什麼 他是兇手嗎 他是爸爸嗎 他是什麼樣角色嗎 他是消防員嗎 他是警察嗎 然後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就慢慢慢慢的描述那個景 是原來那個男孩子 想要跳樓輕聲 那他就被以 這個 我想是警方 請他去 去跟他溝通的 那種方式呢 想要先勸他 下來 那這個過程當中 那個描述啊 就是非常的 第一個就是這個開場非常的 不一樣 你馬上覺得說如果是這個電影的話 哇這個電影的開場 非常棒 而且呢他在過程當中呢 除了跟小男孩去描述這個小男孩的處境 然後呢 分析這個小男孩可能的狀況 還有自己呢 覺得勸不了他很沮喪 遠眺倫敦市警 然後呢 還看底下的消防車 燈燈的 我覺得他這個開場實在是太棒了 那我再講一下這個開場的延續 他後來怎麼去打破對方心防 他發現說這個想要跳樓的年輕男孩 想要去親身的年輕男孩 開始跟他對話 他說他聽得到 但是有沒有聽進去是另外一回事 他設計了一個說 下面是 記者啦 然後媒體啦 消防員已經在樓下準備了 他說 萬一跳的話要接得住他就是了 對 但是他不是講說 下面有多危險 雖然自己心裡很害怕 他講的是 我們要吐口水 我們可以從高空吐口水 我們來練習吐口水比賽 對 然後呢 他就發現到對方這個年輕人 開始把話聽進去了 對 那聽進去的反應 就他有一些自體動作 會開始往下看啦 他不是為了想要往下跳 而是 他可能是想像說 我的口水吐下去會擊中誰 對啊 吐不到 對 所以兩個人就開始從這個 一個很像遊戲性質的 而且 提到歐陸林 我就會談到心理學家 就是一個 你要讓他有一個戲 要讓他有一個 讓我覺得說 他是一個讓我 感興趣的人 不然現在小說 餘的那麼多 我要看哪一個故事 我可不要去看是一個 他在什麼診所裡面 去跟別人對話 好無聊 但是這樣一個 有點帶緊張氣氛 這個心理學家也不是說 我是個超人 我是一個 能夠搞定這一切 他也覺得很緊張 因為他身上綁著救生索 他擔心說救生索另外一頭又綁緊 如果他真的不小心 他裡頭有幾套劇本 就是如果對方跳的話 他是不是要跟著跳 對方跳 他也跟著跳的時候 他是 兩個人都 兩個人都拜拜 還是 他活起來 或是 他很不幸的 他是掛掉那個 他救了人 就他裡頭有太多小劇場 就真的跟我們一般 他很正常人 因為 進入到第一人稱 我去描述的時候 你很快被這個角色說服 而且說服的過程是 如果現在心裡頭有什麼 異難紮症的時候 我如果找一個 心理諮商的 學家 我可會找他 因為他很能夠同理啊 我覺得他就能同理 因為一個可能已經算是 因為剛才那個 東陽講的 他的角色設定是 念了醫學院 是一個 醫學院的教授 而且呢 是出身醫生的世家 等等 所以照理來說 他應該要高高在上 或是說過度自信有可能 但是他可以同理到一個年輕的男孩 不過我也覺得他不得不 一開始那個 男孩因為 罹患了絕症 不斷的接受化療 等等 他就受夠了這個人生 他覺得大人 就是要叫他 那後來就問他 那你要我回去幹嘛 接受化療嗎 或者你叫不要跳 為什麼我不要跳 你給我一個理由 所以我覺得這個角色就是 他可能會去同 他設了幾次之後 發現說 他完全進不到這個男孩的世界 他開始就會用一個跟他同理的方式 就比較遊戲 就是說 我總要讓你覺得說 這個人生有值得眷戀 有時候人生值得眷戀是一些小事情 你可以吐口 你可以吐口水 就是說 我給你比賽吐口水 可以吐得遠 然後呢 那個小孩就會說 後來是在講說 他賭他吐不到 之類的嘛 後來他們就真的吐了 吐 就總而言之 慢慢慢慢的 讓這個男孩 對於這個人生 這個世界 可能沒有那麼的 仇恨 沒有那麼的絕望 是 我真的覺得是因為 這男孩子在醫院 在家裡 就是不斷聽到 大人告訴他要做什麼 但歐如琳問的是 你想不想做一個 就是那個回到 主控權回到自己身上 所以你的人生的主控 我覺得他想要 做這件事情的 其實 不過就是想把這個主控權 拿回到自己人生 但歐如琳 察覺到這一點之後 他不會把他當小孩子看 不會把他當病患看 而是一個 來吧我們是一個 數位謀面 但是我們現在成為朋友的 契機就從這邊開始 所以那種同理性的誕生 後來才知道說 歐如琳自己有故事 他有小孩 太太 他自己 有疾病 所以這一連串的 他之所以能夠有現在的 或是在小說一開場 那麼驚險的片段的時候 他真的讓我帶進到 接下來歐如琳會遭遇到什麼事情 以及 說明為什麼叫 非常嫌疑犯 難道他就是那個最大嫌疑犯嗎 這個故事就開始展開了 讓我好奇 繼續往下看 無論是剛剛講說 在交通上面在睡前 你總會想 擠出那一點時間 看這個故事 想看看 而且接下來的話 第二章你也不會失望 你要告訴你 他為什麼會成為 心理學家 馬上回來 回到藍軒時間 繼續回現場 邀請到的東陽 來聊 我們今天的藍軒選手 叫做非常嫌疑犯 他是來自於一個 兩度得到金碧首獎的作家 剛才東陽提醒我說 他後來是第二賽 第一次得的時候打敗的對手 是赫赫有名的 是一個是 Steven King Steven Jin 恐怖大師 知道 另外一個是 JK羅琳 但他不是用哈利波特 他是用 他另外一個 筆名寫的 推力小說 但都是 兩個非常厲害的 對手打敗了 年度最下小說 真的 真的太厲害了 我們剛才講說 他的厲害 第一個 第一個篇章 讓你知道了 說 他用一個很特別的方式 告訴你說 原來他是一個 這樣的一個 工作 他要做一件 這樣的事情 而且他是屬於一個 有同理心 願意上屋頂 冒著生命危險 然後呢 去跟這個 年輕男孩溝通的一個 臨床心理師 那這個時候你會想說 那為什麼他會成為 臨床心理師 他第二 第二章 就告訴你這個故事 我覺得這個故事更 如果說第一章他告訴你 你說他是一個 非常的有同理 很很機靈的 然後很有手法的 可以呢 進到你的世界的 而且把你 可以解決問題的 一個心理師的話 一個專業人士的話 我覺得他第二章講到的是更 他的 他的人性化 他的溫暖 然後他 我覺得這個部分事實上是在這歐盧林 就描述 因為我們知道 好看的 這政談推理小說 這個主角本身就要有 360度的感覺 然後有些有肉 我覺得他第二章 我覺得更打動我 那就是 他講到他成為心理學家 是因為他有個姨婆 姨嗎 姨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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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姨婆的話呢 八十幾歲的時候過世 死於一場火災當中 而且他分明覺得他可能可以離開 他可以逃出來 他可以逃出來 但他不逃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那個屋子裡面六十年了 除不出戶六十年 然後呢 說是說有廣場恐懼症 是 後來發現後面有故事 他可能 總而言之他談了一場戀愛 17歲的時候 他的男朋友上了戰場 從此不回來 然後呢 他有一個小孩 等於是未婚生子 然後在那個年代裡面的生了孩子之後呢 他的媽媽把他的孩子抱走 以前告訴他說 沒有任何一個女人可以在沒有男人的狀況底下 擁有一個小孩 所以他就失去了 男友的同時 失去了他的小孩 所以我覺得某個程度他不願意 走出屋子 他不願意 面對世界 是 但總之好我們想要這個故事 其實這故事埋了很 我覺得整本書你要問我 我會覺得 包括那個小男孩 包括他的姨婆 他都是面對一個他覺得恐懼的世界 是 他覺得他厭恨的世界 那裡面的待會我們會講到很多很多 這個整個兇殺案本身的另外一個男主角 他基本上也是這樣一個角色啦 但是好歐如靈 他面對他的姨婆 他最溫暖的地方在於說 他記得他要誘惑他姨婆 出去 然後就問他喔 就問他說 那你沒有想念這個世界嗎 我覺得每個人可以這樣問問自己 只要你碰到挫折的時候 碰到困難的時候 你可以問問自己 這個世界真的沒有你 眷戀的地方嗎 後來他的姨婆想了半天 告訴他說 我懷念秋天 懷念秋天的落葉 我覺得這個感覺 然後 歐如靈就 幫他準備了一個禮物 是 這禮物可以講嗎 可以 你看你 你就要不要講 這個禮物呢 應該說 剛剛講到說 歐如靈的姨婆 他們兩個非常親密 但這個親近感 感覺是一個 歐如靈想要知道 他那時候年紀還小 想知道 姨婆的內心世界 但他那種 去想去探觸的 在年紀小年也沒有什麼技法 沒有他後來去當心理學家 學習到這些的時候 他想的就是 禮物 這個禮物 如果喜歡秋天 喜歡落葉的禮物的話 如果現在有一個 你到戶外去才能夠感受到的事情 我們幫姨婆 一個足不出戶的姨婆 在家裡的地下室完成 有時候很不想講 因為我覺得那個太感動了 那感動的狀況是說 對 因為那個感動是 剛剛講到說 姨婆他年輕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他會跟人群 拉開關係 你看他最親近的 男友 孩子 媽媽 媽媽講那句話 其實我覺得那個關係斷裂掉了 這後來是 好不容易再跟一個 小時候的歐魯林 產生這個關係的時候 歐魯林並不是一個要去滿足他過去的人生沒有的事情 他只是從我如果也是一個小孩子 我聽到姨婆的想像的時候我可以做到的是什麼事情 而且做到這件事情的是姨婆過世之後他把這件事情 告訴他的女兒 歐魯林告訴女兒然後 跟女兒一起到 姨婆的墓園 對 他們的重現的那時候的 他做的一件我覺得那個感動的事情一定要留給朋友在 看書的時候 好吧 對 好想講 我在跟你們講 好吧你這樣講 對總而言之他就是讓他第一波 哇 然後那件事情就是真的就是 他在他姨婆在的時候呢 試的讓他覺得說這個世界還是有值得眷戀的事情 美好的事情 而且他姨婆過世以後 他每一年看起來他都會是在他 記日那一天做這件事情 沒錯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實際上是真的很感動的地方 所以你會發現 原來 所以我在講說他在 他在講這個第二個故事的時候 就是這個作 作者 在寫這個第二個故事的時候就告訴你說 為什麼 我這個小說的主角他要去當心理 心理諮商 就是他的 臨床心理師 原因在於說 他對他的姨婆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覺得他是好奇的 而且他如果可以 幫忙他們 或是可以 是個改變什麼 的話 他覺得他 他很想做這件事情 他可以幫助更多人 對不對 對 我覺得他那種 溫暖的心 包括說 他不是只是為了這份工作 或是只是為了姨婆 你看他 他跟他孩子 一個叫查理的女孩 他女兒 阿水的小女孩 對 他們親子之間互動 跟太太互動 以及很快的 剛是第2章的故事 第2個故事接進去之後 他跟女兒 還有太太 以及 墓園的管理員 墓園的那段故事 那段故事之後 其實事件就開始在他身旁出現了 對對對 對因為就在不遠處他們看到有警察來 開警車 但不是要把他們 婦女或一家人抓走 因為我們擔心說呢 闖到墓園裡面幹這些很 很很誇張的事情 會被抓起來 但後來發現說 旁邊是發生命案的 而且這個命案後來也跟他產生了關聯 這關聯性我覺得就是一個 慢慢的讀者就會知道我還是對 推理小說對於犯罪行徑有個期待的時候 果然主角被捲進去了 而且主角成為最大的嫌疑犯的時候 他要如何透過他這種溫暖的心 他非常善於觀察的能力 來去破解這段案件 因為發現 這案件 真的最後 越來越向他 緊述過來 就是很多的線索都指向 他跟這個案子有 非常深的暈緣的時候 對我覺得這個故事就開始 從一開始很溫馨 然後很 輕鬆愉快的 慢慢開始緊張起來 開始擔心 這個低人稱的 我 歐如玲老師 歐如玲教授 他會怎麼去解決案件 這就是故事好看的地方 嗯真的 所以那個鏡頭像是從屋頂上 然後從墓園裡 然後遠眺運河 接下來就到了 兇殺案的現場 我們休息人馬上回來 好回到藍燻時間 繼續回到現場 邀請到的歐陽 什麼歐陽 東陽 從頭來 對 好回到藍燻時間 繼續回到現場 邀請到的東陽 來聊這一本的 《非常嫌疑犯》 剛剛講到的是 去描述 歐如玲教授 他的整個角色 進到了 整個的故事 當然 我覺得這是一個 書名最主要的 一次剛才 東陽不斷的提到的 這個 主軸 就是說 他為什麼 他照理來說 他是被警方邀請去 協助去 理解 在運河邊 發生的那個 女孩子 為什麼 會遭到 樓殺 而且那個女孩子 原來 是歐如玲的 病患 是 那所以 所以 他們想要透過他的協助 去理解 沒想到一步一步一步發現 他竟然很可能是 警方懷疑是歐如玲 殺了那個 叫做凱撒林 然後丟到運河裡面去 那所以 為什麼這樣 但是歐如玲一開始 就 他這個書裡面 就告訴大家說 歐如玲 歐如玲認為 兇手 另有其人 而且呢這個另有其人是他的 他的另外一個 精神病 他的 病患 也是去他那邊看 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問題的 叫做巴比的 男生 所以就變成第一個 你會覺得他的病患裡面 怎麼就是 這麼多的 這麼多戲在裡面 就是說 死者可能是他的病患 兇手可能是他的病患 然後警方懷疑 這個 教授是兇手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糾葛在一起 我覺得他好玩的地方在於說 一般你去看推理小說 他會 最後最後最後才告訴你兇手是誰 但是這一本 這個推理小說 一開始 就告訴你說 警方認為 是 主角 主角 主角認為是 巴比 那你覺得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呢 為什麼 這個歐林會覺得是 巴比 所以呢 整個的小說是要告訴你說 他去分析 一步一步的線索 然後呢 告訴你說 為什麼是巴比 那隨著他的這些分析 剖析跟 鋪陳 你越來越接近說 喔 原來 這個線索 原來那個線索 他有這樣的童年 他有那樣的過程 所以 是他 對不對 很不一樣 因為剛剛 藍學員提到 分析這兩個字 對 當我們談到 心理學 一個很會說故事的人 所以他說這個故事呢 歐如林如何變成最大的嫌疑犯 也很曲折 因為一開始警方不是實際上去找他 而是發現說這具屍體 找到這具女屍 他們警方一開始懷疑是 是妓女性工作者 結果他們 跑去找跟這些性工作人 相關的人士的時候發現 歐如林在那邊演講 他演講的時候被打斷了歐如林就很不爽 很不愉快 因為他覺得這個警方 一個叫 盧伊茲的警察 非常的沒禮貌 所以他就在那時候 產生了衝突 而且衝突是 歐如林 瞬間就變成了福爾摩斯 他就講這個警察說 你是一個 什麼樣背景 你身上背景如何 你為什麼當警察 你當警察一定是一個什麼樣的警察 所以 你現在如何如何 規矩刺他就是了 對 劈啪的去損了他一頓 那這個警察呢 其實有種 兩個人不打不相識 後來他就覺得 既然你那麼會分析 那你們要來分析一下 我找到的 那一句無名女師 對 所以一開始懷疑說那句無名女師是一個性工作者的時候 歐如林第一時間去看 其實他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辨識出對方是誰 因為他 馬上就吐了 死狀很難看 所以馬上就吐了 可是他回來去 看驗屍的報告 然後他去拉開冰櫃 看屍體的狀況 他種種的推敲 就發現說 這個人 好像是我認識的人 而且這認識的人是 剛才藍旭也提到了 可能是他過去的病患 但過去病患跟他 跟他的關係 其實警方第一時間也沒懷疑到他 那 歐倫也在後來他回到診所的工作的時候 遇上這個 巴比 這個巴比是 有一陣子已經沒來診所 他算是一個老病患 但是他卻有一陣子沒來 最近又 常常來 來的時候告訴他 他就一直在寫一個數字 寫21這個數字 他就發現 心裡頭就去湊 為什麼呢 他就想到說 死者凱瑟琳身上的傷口 數量就是21 所以巴比 寫這21是意外巧合 還是他真的知道什麼事情 然後在暗示 因為他覺得 巴比有一種 很 焦躁的情緒 但是又不敢講 巴比好像 前一陣子又去 打傷了一個要跟他一起 搶搭計程車的一個女孩子 還因此被警方給抓了 他覺得 巴比的心理狀態不是很穩定 是不是這個心理不穩定的家夥 殺害了他前病患 但為什麼會殺害前病患 因為這兩個有關聯性嘛 是 但是後來警方發現到關聯性是 是不是你這個心理學家在 放煙幕彈 一切都是你搞的鬼 但是你講說 這個死者你要撇清跟他的關係 因為後來被查 查到不得已的時候才接觸說 這死者凱撒林是歐盧林的病患 後來你又推出了一個說 我的那個病患巴比好像有點嫌疑喔 但其實搞不好是你自己脫罪 你找一個替罪羊 所以這整個故事裡頭到底是警方說的有理還是主角說的有理還是另有其人就變成 讀者開始去開始懷疑 對啊 但是你就被告數的線索跟外界去看他 我認為一開始一定會警方的懷疑是比較可能的嘛 因為 他是你病患 你是他的醫生 這個關聯性比較直接 那你說巴比 那巴比跟這凱撒林在現實世界 生活當中沒有人覺得他們有關聯 只有你說 就是這個主角說 喔他 寫了一個21 這個21跟這個死者身上的刀痕的數字是一樣的 再來他可能在 接受諮商的過程當中 他說了他的夢境 夢境裡面的話 他描述的那個 一個穿紅衣裳的女孩子 跟死者 樣子很像之類的 然後所以 但這都是歐盧林 描述給警方聽的 所以警方會懷疑說 他是一個虛構的 一個凶手只為了要轉移 所以在歐盧林的後面的過程中 就他得要去證明 是巴比 而不是他 但是呢 證明的同時 警方一直在追他 而且我覺得那個 警 那是要警探嗎 對警探 我覺得一開始被這個教授刺激的 所以對他 我覺得他對他也有一點點 敵意了 就覺得說你這高高在上的教授 高高就這個嚇人兇手 而且如此的殘忍 而且過程當中我覺得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就是說 其他特別提到了自殘這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 這個女孩子的21個刀傷 你想像中如果是一個兇殺案 你會覺得他是被砍了21刀 是 結果不是 不是 他有些傷痕並不是 因為在法醫的檢查過程裡頭 當然會想說他的致死的原因是什麼 而且從他的刀上可能就去推斷出凶器啦 推斷出凶手的身份等等的 但這些是傷痕 這個傷痕有一些好像 是被害者自己去造成的 因為 歐倫知道這個秘密 歐倫知道的這件事情就 猶如他在 一開始 剛講說故事一開場的時候 他是有 很有同理心的 他能夠站在一個 跟他自上的對象 無論他是 病患 或是像 剛剛 一開始講到說這個年輕的男孩子 他有尋短的念頭的時候 他其實並不會 用很正規的 醫療方式 去 去 去處理他 因為他想的都是 如果你能夠活下來 後面一切好說 我們再去慢慢去修補 過去你過去心裡的創傷等等的 就算有一些 自殘 也是可以允許的 所以這故事裡頭我覺得 他提出了非常多 你細讀下去 有一個很大的案件在前頭追 但是你細讀下去之後就發現到說 好像跟歐如林 我們剛還沒提到他一個很重要的 他是他罹患一個疾病 帕金森症症 對 帕金森症症是一個 他的好朋友是個醫生 醫生告訴他講說 有藥物可以吃 那些藥物呢 沒有治癒的可能 只有延緩或是拖延他 其實這些藥物他不會讓你變得比較舒服 他只會讓 事情比較晚發生而已 所以他已經面臨到他的生命 已經知道要開始走向終點了 但他中間能夠再去 怎麼去幫助別人 以及他醫生能夠去幫助的人 最終他現在當這個遭遇 這個 不是死亡的遭遇 而是 他被視為最大嫌疑犯 他想要幫助更多人的心願 而 可能因為這件事情被中斷的時候 他努力的想要去讓自己擺脫嫌疑 找到真凶 可是他找真凶的時候也不是一個 你就是兇手的那種情況 所以剛剛提到的 像 巴比拉 或是像凱撒林 這些人的故事 都因為他的這種 同理心 而慢慢展開來 所以到底 誰有罪 誰無罪 誰的 心理創傷 誰的過去 哪些秘密 就在這一路的過程當中 慢慢被揭開來 對啊 而且我覺得他在描述 自殘的時候 就是說 我覺得他裡面有很多事情 會讓你覺得很深 比如說為什麼 人要自殘 他就說 當他流血的時候 他覺得他就能夠逃避 麻木的人生 我覺得對凱撒林來說 他有他 他 爬不出來的深淵 所以對他來說 他可以去試著理解 然後呢 他說我在筆記裡面重複寫下 他告訴我的話 凱撒林說 當他自殘的時候 他覺得他活過來了 他受到了撫慰 他就能夠掌控一切了 所以 就像剛剛都一樣講 所以他回過頭來說 當他沒有辦法 改變他的世界 改變他的人生的時候 讓他不再 不自殘的時候 他竟然會跟他講說 那請你割同一個地方 然後呢 準備好藥 就是說 你要 就是說他不能夠改變 但他可以讓他 稍微的減緩一些些 對自己的傷害 本身能夠降低 是他的方式真的很特別 那我們休學再回來 所以我覺得整個故事 就告訴你 當你的人生 沒有辦法改變的時候 當你說很多創傷的時候 包括後來 抽絲剝錦一路下去 芭比他受到的 童年受到的侵害 可能來的更加的 可怕 所以當你面對這個事情 你沒有辦法 去 改變的時候 你除了傷害別人 你還有什麼別的方法 是 芭比後來他是 後來發現他是 連環 殺人犯 我們休學再回來 來 好回答 藍軒時間繼續回到現場 邀請到的東陽 來聊這本的 《非常嫌疑犯》 好那真的是 時間 突然間覺得很短 我們 很多都還沒有講 好但是 最後了 最後所以你 你覺得這本書 你最後想要 跟大家分享的是什麼 你看你會覺得 最 最棒的地方在哪裡 剛剛藍軒描述 這樣過程裡頭 我一直在回想 我當初閱讀的時候 什麼動力去推著我看 不只是 到底凶手是誰 在案件的一個 抽絲剝繭 除此之外就是一個 Orin是一個那麼善良的人 他怎麼會遭遇到這些事情 如果巴比就是一個他 費盡心思想要去照顧 想要去治癒他 他不像他自己的疾病 沒辦法治癒喔 他不像說他當年姨婆的狀態 在他沒有足夠的學識能力之前 沒有辦法救他 他想救所有人 他想去幫助所有人的時候 為什麼巴比會如此對待他 以及他可能心裡頭還是有一絲一下想說 搞不好不是巴比 搞不好其他人 或巴比過去他的人生遭遇的事情 所以他現在 做這個決定 這個決定是不是一個求救的訊號 所以我覺得這一連串的 這回到講說這個系列的第1本他開場 我覺得是一個 讀了以後你就接下來問說 那接下來8本 他整個系列9本 對 那再加上說像我們一開始提到說他兩屆的金匕首獎的作品 其實都不是這個系列喔 一本是獨立作一個是另外一個系列的手作 所以變成是在這個整個系列裡頭 我覺得看出 歐如林 或說 麥克羅伯森 就這本書的作者 他能寫 而且他寫出來的故事的情境 有別於我們過去再看一般的特理小說 謀殺死亡犯罪 偵探 因為有時候那個偵探在過去 偵探去對應到的是一個很聰明的傢伙 但是我覺得在這本書 微劇透但是不爆雷 是說 我覺得 到底這個 兇手 他是怎麼想的 搞不好偵探是看走一眼 看錯了 他 他判斷錯誤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故事當中去帶引到我們進入到 現代的犯罪推理小說的閱讀 他的趣味就來自於 這中間 人心難測 他永遠是最大的謎團 永遠是推理小說當中 我們一直想要去探究的核心 想去問 故事還有更多好故事 或許這本 非常嫌疑犯就是這個重新早上去閱讀推理小說樂趣的起點 剛講那個是 他一路埋到最後的梗都還會突然間變一下 你以為就是他了 而且還有別的故事 故事當中還有故事 不就對我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本書裡面還有更多我們來不及聊的是 他做的一些心理剖析 包括他的媽媽 他自己的媽媽 他的爸爸 就是說 為什麼在一個醫生家族裡面就出了一個 他爸爸 感覺上像是不屑一顧的一個臨床 心理學家 後來竟然發現他爸爸本身也是 覺得他爸爸本身一度想要走他想要走的路 但是呢 因為家族 優秀的 傳統的關係 他爸屈服了 是 所以他爸心裡面其實很鼓勵歐盧林走他的路 只是他從來沒有表露過 我覺得這個人父子之間的情感 他中間描述那一段的話我覺得也很精彩 還有他的媽媽 他媽媽就是很典型 可能英國的 女人吧 不曉得他就形容他媽媽穿的這個 白色裙 很優雅 但他講他媽媽就能幹的 就是說其實他可以一個人搞定 這個好多場好多場的宴會 他就會如果把這個才華用在 他過去在學校裡面 大學的優異成績 然後呢發展自己的人生的話 該多好 所以他會去描述說 他其實小時候就一直想像說他媽媽 應該像電影裡面的情節 逃離他家 他希望他媽媽逃走 因為他覺得他媽媽值得更多 他覺得他媽媽應該要自由 所以我覺得他在描述這些 不同的角色 的心理狀態的時候 其實短短 幾個段落 就覺得 他講進了很多人生當中 不同的 困境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這本書整個來看 我覺得是一個困境 我很喜歡他 一開始其實就是在屋頂上 回到屋頂上 他在跟那個 小男孩 說話的時候 他就 剛才多文陽也有提到嗎 他是用他 自己有個小 小女兒 來說服他說 我有個小女兒 我可以跟你同理 然後他就跟他講了他小女兒的故事 他小女兒的故事是說呢 他有次推他去 在公園盪球前 小女兒跟他說爸爸 如果把眼睛閉得很緊很緊 我可以看 剪得到看到星星 然後呢 張開眼睛 這個世界就是全新的了 就不一樣了 聽起來不錯吧 那爸爸就跟他說 歐瑞跟他說 這不是真的 他說 可以假裝啊 他說 所以然後 他就說那為什麼不行假裝 就說 所以我覺得這個他衍生到他去跟這個男孩說這段話的時候他就說 其實大家都以為 悲觀厭世很容易 其實 很痛苦 換個角度說 懷抱希望 更簡單 就你可以 假裝 我覺得這個假裝不是自欺欺人 而是說 你知道你 沒有別的選擇 當你去 如果說你面對痛苦 你 你 不假裝 或是說你不適得讓自己懷抱希望的話 那難不承認你要傷害自己 自殘嗎 還是你要向巴比去殺別人 然後 然後 來完成你的救贖嗎 所以可能你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假裝 所以我在看的時候我其實想到另外一個電影 前段時間這個什麼 媽的多重宇宙不是非常的 這個 很紅嗎 大家都注意到楊子瓊 所以我後來看了以後我對於 不是因為我天真 而是因為有必要 有需要 我選擇回應人生的方式 是這樣 就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回應人生的方式 你可以選擇 因此而痛苦 沉淪 怪罪全世界 怪罪你身邊所有的人 覺得他們負了你 你也可以 是的假裝 其實一切有希望 這個假裝不是欺騙自己 而是說你 你相信 你選擇 搞不好下一步就 就像那個小男孩 就離開屋頂啦 所以我覺得 感覺還不錯 是就是 他也是一個 閱讀推移小書卷可以讀到這一點 也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OK好 今天非常謝謝東楊到我們的現場來 謝謝 OK拜拜 拜拜 拜拜